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买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为什么要学习Spark,Spark和MapReduce的对比,Spark框架体系和Spark下载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Q群 这篇里边呢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平时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么OK,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首先我们先打开当前网页 进入到Spark的官网 Spark官网是什么呢?是Spark.apache 那么打开官网之后呢 首先第一行啊我们就可以映入连连一句话 同学们啊,在Spark的后边有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翻译过来呢说明当前Spark呢 是一个快如闪电的啊快如闪电的一个计算引擎 首先呢Spark呢是一个计算框架 它是一个快速通用可扩展的大数据分析引擎 并且呢是基于内存计算的并行计算框架啊 除此之外呢,在里,它使用了MapReduce的计算模型 而且支持高效的多种计算模式 包括交互查学和流式处理 那Spark的诞生呢是诞生于09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那么2010年的时候呢 它进行了开源 13年的时候呢 Apaq呢将其列为复化项目 14年的时候呢 Apaq将Spark列为顶级开发项目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当前Spark的网站呢 它的域名的方式 这种方式呢就说明当前我们Spark呢 是Apaq的一个顶级项目 也是一个顶级项目的域名 除此之外,在这里 Spark呢是用Scalar语言进行编写的 Scalar语言呢是类似于一门Java的语言 那么Java当中我们所接触的 那个范形的编程者 就是Scalar语言的开发元人 在Scalar当中范形得到了广方应用 而且Scalar呢是一门面向函数式编程 和面向对象编程融为一体的语言 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下面对Spark的一些简单介绍 首先第一个快 同学们快啊 那在这里呢 右边呢给了一张图 同学们啊 右边给了一张图 在这里啊 这个他给了一个Spark和一个Hadoop 一个Spark一个Hadoop 那么在这里他跟Hadoop中对比的是谁呢 这里大家记得啊 他我们的Spark呢 是和MapReduce进行去对比的 那么MapReduce呢 要比Spark呢慢很多 因为Spark呢是基于内存计算的 所以是MapReduce计算的100倍以上 除此之外 我们如果说是基于硬盘呢 那么Spark也要比MapReduce快10倍以上 为什么Spark快呢 在官网中有说明啊 大家可以看这里 DAG Schedule了 因为我们的Spark呢 实现了DAG的一种支线情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可以基于内存呢 来进行流逝处理 所以Spark快 除此之外呢 Spark的一用啊 同学们Spark一个用 在这里啊 大家也看到啊 我们的Spark呢 支持Java Scalar Python R And Circle 也就是说支持如下这些语言呢 进行开发 除此之外呢 Spark呢 还支持80种高级算法 在这里呢 用户可以使用构建不同的应用 而且Spark呢 也提供了Scalar Python R和Circle的Sales交互式编较方式 除此之外 Spark呢 还有当前的通用性啊 通用性 在这里通用性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Spark当中呢 所提供的方式有 Spark Circle Spark Streaming ML Lab GFIX 那这些分别是什么呢 这里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那么我们的Spark 一个组成呢 是分为Circle Streaming和Code 那这里Code呢 就是我们的核心类库 Circle呢 就是类似于一门Circle的语言 然后Streaming呢 是一种死死瘤 除此之外呢 Spark还提供了ML Lab 它一个机器学习库 在机器学习库当中呢 它提供了分类 回归 巨类 协同过滤等算法 帮助我们完成日常的开发 还有除此之外呢 还有GFIX 也就是图计算 它也提供了一种图形化的处理方式啊 那这些当中呢 我们主要的学习过程 首先我们先学习SpaCode 那SpaCode当中呢 包含了任务调度 内存管理 错误恢复 与存储系统交互等模块 而且SpaCode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点 叫做RDD 那么RDD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翻译过来呢 叫做台性式分布数据集 在这里呢 定义了一些API 这些API呢 可以帮助我们操作一些数据 除此之外 我们再要学习的是SpaCode SpaCode呢 是当年SpaCode作为结构化数据的程序包 通过SpaCode呢 我们可以和Hive呢 进行联合操作 进行对数据的查学和清洗 除此之外 最后也是我们最要学的一个 叫做SpaC使命 SpaC使居命呢 是SpaC当中提示的 实时流进行计算的一个主件 在这里啊 我们现在来说 实时流处理比较流行的方向 也是这SpaC使居命的一种啊 也是咱们的这一种 除此之外呢 这里SpaC使居命呢 提供了一些非常常见的API 这些API呢 跟我们SpaCircle中的 和SpaCode中的API呢 有些类似 我们呢 可以通过学习SpaCode和SpaCircle 可以对SpaC使居命呢 进行开发 除了这些之外呢 大家还可以看到啊 最后呢 它对当前SpaC进行了一个 兼容性的一个说明 在这啊 SpaC呢 可以完美的 兼容其他开吻产品 包括我们的Hadoop 包括阿帕奇提供的调度器 Messos 包括在这里 我们的一些其他的Data 数据源 对吧 包括像我们的HDFS HBase等等 那这些呢 都会跟我们的SpaC计算框架 完美融合 所以SpaC呢 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 大数据计算引擎 除此之外呢 眨着眼 SpaC呢 也提供了自己的一种调度模式 它分别有什么呢 独立调度器 YAR和Messos 那这些调度器 会随着我们后期 不断的深入学习呢 逐渐的给大家讲解 那么OK 我们今天的SpaC 基础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